大家好我是宋沃秋 這一次的白色的計畫耶 那這次要來做什麼呢 這次就是要來把那些 該墊的墊片啊 該重新做的指甲全部來搞定 那我也不確定全部搞定要花多少時間啊 但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 好吧 那我們就先從 隨便啦 反正就開始吧 我們一個一個慢慢量量去把 零件東西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再把它裝上去 好 那就開始吧 好啦 各位 首先第一個就來解決 儀表支架的問題吧 那它是有一個預留洞啊 那我這邊量了一下 等一下就去把它想辦法再切一塊出來 好 那我們就出發去切吧 GOGOGO 好 那現在就是找了一塊廢履材 就是廢材 廢材 然後畫個線 我要做那種很小很小的指甲 就是讓它可以鎖就好了 所以說我打算畫線 然後等下用磨的把它磨一磨 把腳磨一磨 然後把一邊磨圓一點 然後就直接能鎖上去就好了 能裝那個錶就好 因為我的錶本來就是分開的 沒有要照原產規格才可以做 好吧 那這個線畫好了 因為用畫生畫 所以可能有點不明顯 再來就是要把它切一切了 好啦 那現在就是要把它磨一磨 倒個角磨一磨 有點小塊喔 怕我的手會被磨到 反正快點磨一磨 磨好成品件喔 好啦 我磨好就差不多這個樣子吧 就是摸起來不會立而已啦 那我在上面敲了兩個洞 現在就是要鑽洞 然後把它錶架做出來 好 那我們就去鑽洞吧 好啦 那現在就是要來供牙齁 那 供M6的牙 那這就是供牙器跟那個啦 供牙條 那再來就是把它供進去之後就好了 等一下再修一下毛邊就好了 那這就是今天第一個那個做的那個什麼 呃 支架就對了 好 那我就慢慢供吧 等供完牙之後再來看怎麼 再來修個毛邊就可以裝上車了 然後拿大一點的鑽頭把倒腳倒一倒 然後就可以上車看看有沒有成功了 好啦 剛剛比了一下發現 呃 它的那個有一點 呃 裝不上去 所以我只要把那個卡到的地方 再磨掉一點 然後再來裝看看 好 那我再去磨完再回來齁 好啦 成功安裝一個小錶架出來了 那我們來試看看裝不裝得上去吧 因為它有一點短 沒關係 裝不上去我再自己重做一個好不好 呦 好啦 這樣錶架就完成啦 那剛剛那個太短了 所以我又重弄了一個 那弄了一個剛剛好的 那你們仔細來看一下這個螺絲 欸 我特地選了內六角的 裝飾性質高一點的螺絲啦 不錯吧 好 那再繼續下一個項目吧 好啦 各位 那這個就是上次那個 裝的那個卡鉗 它螺絲是那時候是用舊螺絲 所以有這個套頭 那現在就是要拿一個相對應長度的 我再把它裝回去齁 對 就是用相對應長度的把它裝回去 那 呃 這種螺絲其實是 特殊硬化的螺絲 那 它是很容易生鏽的 所以說要 上點油 那墊片就互換過來 所以要上點油 它比較不會生鏽 那就把整個螺絲弄得油油的 然後墊片換過來 就可以把它裝上去啦 那這個就比較簡單啦 好 那這樣這邊就不會一塊圓圓的 那 長度也剛剛好 因為我有量過啦 好啦 那這樣我們的卡鉗的部分也完成了 好不好 第二個部分來增輕鬆啦 那我們再繼續進行下一個部分吧 好啦 各位 那下一個我們來處理大燈的部分吧 大燈的部分雖然是可以用墊片解決啦 但是我想要一勞永逸 所以我打算去弄個套筒來裝 很棒吧 那我們等一下量一下長度就可以去弄套筒了 好啦 各位 那這一次就是要拿也是廢料啦 就是 嗯 切深一點點的塑缸 就是類似塑膠的東西啦 那這次要用車床來做 那車床就這個 那做法我就不多講了啦 因為車床應該會的人就會 不會的人就不會嘛 那我現在就要來 切兩邊都19 剛剛量一下大概 中間大概空了38 40左右 所以我打算切兩個都切到19 然後再給它鑽洞 然後應該是不用太準啦 因為 就不用太準嘛 那種地方不用太準也沒關係啦 好吧 那就來車床一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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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各位 那我隨便切了一下喔 那就切了這兩個出來 然後我沒有弄得很準啊 那也是隨便切切而已 那真的要準當然不是像我那種切法 不要學 那就這樣 反正就做兩個套桶出來 然後現在就來裝上車試看看吧 好啦 那我現在也準備好 相對應常的螺絲了 那現在就可以把它鎖下去 就大概這樣鎖進去應該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邊要先拆一下 因為另外一邊要固定 所以先鎖緊了 好吧 那鎖完就長這個樣子 好啦 那差不多就長這個樣子 那白白的 看之後要不要再噴黑什麼的啦 那先這樣用吧 因為不這樣用的話大燈裝不上去啊 原本想說墊片就好 但想說一勞永逸就做個套桶吧 好 那我們就再下一個吧 好啦 那現在就是要來做喇叭的支架 喇叭支架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打算 所以我打算 該怎麼講啊 我打算整個重新做一個支架 然後讓它凸出來一點點 這樣就不用怕那些有了沒有的問題了 好啦 那我畫了一個簡易的設計圖 那現在這一塊鯉鯉鯉 就是要把這個設計圖 1比1的呈現在上面 然後這個把它切切鑽洞就可以啦 太棒了太棒了 好 那就開始畫設計圖吧 那完成品就長這樣喔 那做法就是 跟上一個一樣啊 就差不多啦 只是比較大塊 然後比較多洞 先畫比較久而已 好吧 那我們四步一時 馬上的馬上去裝看看吧 好啦 那現在就是要把這個裝上去 那剛剛有出了一點小差錯 不過還能彌補 就是洞的大小磚錯啦 那重新鑽過就好了 好險好險好險 好 那我們現在就 把它裝上去吧 好啦 各位 那歷經了 很多次的修修改改喔 還有 反正就是修修改修了蠻多次啦 那最終方向就是長這個樣子啦 還不錯吧 那我現在是要把 它所有東西都鎖好 那今天也差不多 就只能做到這邊啦 因為時間有點不夠 太陽就快下閘了快喝 所以說今天就到這邊吧 那這樣主要的 該弄的都弄好了啦 就是一定要固定的 都已經重新固定好了 那其他東西就沒有那麼趕 像是那個店門做啊 還有突出啊 這兩個都沒那麼趕啦 那這樣就可以正常騎乘了 太棒了呢小白 這一次 才算是終於完整的復活了 好啦 那我們來 大家看一下我們今天做的打這些東西吧 第一個就是這個儀錶的腳架啦 因為它右邊原本沒有附它的那個支架 所以我要重新自己做了一個支架 讓兩邊變成對稱的這樣比較好看 第二個是這個大燈的套筒嘛 因為如果用電片的話我覺得會很醜 而且每次拆會很麻煩 所以我就另外做了一個簡易的套筒 是用塑膠類的材質去做的 第三個就是卡鉗的部分 卡鉗的螺絲我也終於換成了 該用的長度啦 那不會像之前一樣 電那麼長這樣可能會有點不太好 那最後一個也是第四個 就是我們的喇叭支架啦 喇叭支架也剛剛才弄好 那我覺得還不錯看啦 那假如要改的話就之後再說呢 我是覺得應該還算可以啦 就是 嗯 我覺得還是不錯看啦 有一種那種金屬風 金屬機械風有沒有 好啦那這一次的白色計畫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白色計畫應該會暫時先高一個段落啦 那可能會等土廚跟電門座的支架出來之後 就會先暫時高一個段落 那有點可行呢 那之後還有更多計畫啦 那是可能就不會以這台車為主啦 那這台車用到現在我覺得變得很好騎啦 真的是很好騎 已經沒有之前改裝車那種難騎的感覺了 還不錯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訂閱一下 讓我們訂閱數突破一百萬吧 哼 好啦不要講幹話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囉 比如說 i know you